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军入侵乌克兰的一小时22分钟,加777天 今天干掉俄军830人,坦克22辆,装甲车47辆 火炮18门,多管火箭炮系统一套 无人机37架,卡车97辆 特种设备8套,巷洋导弹2枚 据媒体报道,昨天 俄罗斯战领者炮击了顿戒茨克中 一名妇女死亡,三人受伤 27栋四人住宅楼宇,三栋多层建筑,两栋基础设施和一栋行政大楼受损 与此同时,俄媒报道称 俄罗斯本土布良斯克地区,克林奇一处军事基地附近 发生了重大火灾 刚刚得到消息,希腊将向乌克兰转上42架F16 加上之前丹麦、荷兰、挪威的65架F16 乌克兰将拥有107架F16 这也是今天最好的消息了 今天英国外交大臣凯麦伦赴美会见了特朗普 以敦促美国维持对乌克兰的援助 并计划与博会领导人会面 旨在克服共和党的阻力 并确保新的援助计划获得批准 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 在援武方面,英国已经是力所能及了 不但在武器装备方向敢于人先 而且不遗余力的想方设法的去争取美国的支持 不愧是文明先取者 凯麦伦此行的成功率虽然不高 但也算尽最大努力了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特朗普那么容易说得通 那还叫特朗普吗 最关键的是共和党内部的矛盾 也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了 下面我们不妨听一听共和党人格林的讲话 再接着往下探讨 美众议院共和党人泰勒·格林 麦克·约翰逊让我们陷入了混乱之中 他资助了司法部 而司法部对特朗普总统提出了91项联邦起诉 这一切都是麦克·约翰逊所造成的 我们要罢免本党众议院议长 格林意思非常明确 凡是不按特朗普议院办事 和不服从特朗普的人 一律要清除出共和党 也就是说凡是共和党赞成的 共和党就反对 凡是民主党反对的共和党就赞成 必须与民主党针锋相对 但从这个援助法案 就下结论判断共和党的坏 也是不可觉得 只能说明特朗普的个人主观意识 太过极端而已 这与特朗普和民主党人的 个人恩怨无关 这个梁子早在2016年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时就结线了 今天在这里就不做多叙述了 大家回想一下当时特朗普 在交接仪式上 与奥巴马的肢体动作 就会明白一切了 但民主党人对于援助的态度 就一定积极而没有毛病了吗 这个就完全不见得了 通过这两年多的战争 大家也看明白一点 即使民主党人对于援助乌韩的认识 保持高度一致 但援助的力度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除了慢之外 还少且老旧 拜登可从来没有一句话 说过要让乌克兰必须获胜 他只讲不能让俄罗斯获胜而已 就是到了目前 美国已经有半年多 没有援助乌克兰了 而对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 本土的另有场 还诸多言辞 而乌克兰要想在民主党人那里 获得克敌制胜的武器装备 也是不可能的 从哈以冲突中 美国不让以色列进攻拉法 就可见一斑了 今天 奥斯丁的讲话更加切 奥斯丁警告说 乌克兰最近对俄罗斯电用场的袭击 可能会影响全球的能源市场 并敦促该国将重点放在军事目标上 奥斯丁称 这些袭击可能会对全球能源形势产生连锁反应 乌克兰更适合追踪可以直接影响当前战斗的战术和作战目标 也就是说民主党人担心的是选举年汽油价格会上涨 而影响了他们竞选的进场 大家试想想 现在的乌克兰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 而尽一切所能的削弱尿酸这台战争机器运转所需的经费而已 这还得要顾及汽油上涨 你民主党人安的是什么心啊 所有的一切责任不都是俄罗斯侵略所造成的吗 这时候反而责备起了乌克兰来了 而俄罗斯则可以为所欲为 你为什么不把问题归咎于俄罗斯呢 此时俄罗斯在国家电视台上高调宣布 让乌克兰断电 克里姆林宫的目标是系统性的摧毁该国的能源系统 使乌克兰无法居住 难怪邪恶之邦在地球村上可以胡作非为了 还恬不知耻的把侵略说成了正义之举 维护公平正义了 民主党的这副做派呀 真可谓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啊 让人欲哭无泪 说到这里 大家不禁对乌克兰获得反其类战争的胜利 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但大家也别忘了 要乌克兰失败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否则战争只能是拖延 只要战争长时间的拖延下去 失败的必定是大俄以及他的所谓的伙伴 一是美国的援助在特朗普的阻挠下而被彻底的切断 二是欧洲彻底分裂 从而导致整个欧洲自动放弃乌克兰 三是乌韩人民失去了反抗的意志 甘愿成为尿酸的傀儡 四是F16在战场上毫无建树 见光则死 这四个条件都满足了 乌韩人离失败就不远了 以上是作者的个人判断 如有不同见解的可以在私信里共同探讨 接下来就看看美国的这两笔援助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一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紧急出售1.38亿美元的霍克防空系统零部件 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乌克兰紧急出售了1.38亿美元的对外军收 为基辅的霍克导弹系统提供关键维修和备间 就算是出售了 都还是老旧过时的武器 且是零部件 二 美国政府转移缴获的武器指乌克兰 美军向乌克兰运送了军方近期缴获的伊朗武器弹药 其中包括超过5000支AK47步枪 机枪狙击步枪 RPG7和超过50万发7.62毫米的弹药 这些武器对乌克兰抵御俄罗斯12军的侵略作用有多大 就可想而知了 再看一条消息 俄罗斯公司莫斯科尔的IT基础设施 被黑捷克组织的乌亚黑客破坏 该组织关闭了整个莫斯科和莫斯科地区各种警报系统的 87000个传感器 此外70台服务器和至少90TB的公司数据被毁 莫斯科尔负责俄罗斯联邦首都地下水管 通信电缆 电力电缆和供热网络的运营 目前莫斯科关键基础设施项目的工作完全受阻 该公司无法应对事故和紧急事件 恢复其功能可能需要15至30天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会见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企业家 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的目标很明确 他们想尽一切可能将人们赶出哈尔科夫和该地区 尿酸所触及的一切都会变成废墟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 无论可能还是不可能 保护尽可能多的城市和社区 整个哈尔科夫市和哈尔科夫地区 值得我们感激和尊重 每一个拒绝向敌人低头 竭尽全力保卫生命的乌克兰社区和个人 也值得我们感激和尊重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合作伙伴都必须明白 在哈尔科夫、扎布尔热、赫尔松、苏美和顿涅茨克地区的许多城镇 尼古拉耶夫、切尔尼科夫和地匿波罗比特罗夫斯克等城市 现在就可以实现对他们和对自由世界未来的信任 任何需要防空 需要世界政治意愿来做出决定 以保障生命并确保战胜俄罗斯恐怖的地方 此次行程泽连斯基总统还视察了哈尔科夫地区的防御攻势 泽连斯基说 哈尔科夫地区攻势建设 我感谢所有为加强乌克兰而努力的人 再看一下其他方面 关于援助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消息 欧盟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57台发电机和10台 自有库存的大容量的发电机的紧急援助 援助物资已经运往了乌克兰 莱茵金属公司将向乌克兰转让另外2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 德国政府委托莱茵金属公司向乌克兰增派20辆步兵战车 订单于2024年3月下来 到目前为止莱茵金属公司已经通过直接交付和循环交换的方案 向乌克兰武装部队移交了三位数的黄鼠狼步兵战车 欧盟开始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方案 可能很快就会通过 鉴于俄罗斯继续违反对其石油出口价格上限 制裁将侧重于对海运领域规避者的打起 数千名哥鲁加人聚集在地比利斯业会前 抗议拟议的俄罗斯式外国代理人法 这个议案去年就提出来过 在格鲁加人的抗议之下被撤回了 然后格鲁加得到了开始进入欧盟的程序 皆大欢喜 现在议会又把这个议案提留出来 会威胁到格鲁加入盟的希望 于是新轮抗议又开始了 岸田文雄到访白宫 他发文说 从日本带来了樱花树苗给拜登 希望他们能成长为日美友好的新象征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俄乌的实时战况 两架俄罗斯的苏尔武为步兵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 在恰索夫亚尔附近几乎自由的漫游 而乌克兰则没有足够数量急需的防空系统 战斗机和便携式的防空导弹来击落它们 侵略者已经是到了疯狂的境地 很明确从两侧包围恰索夫亚尔 切断乌军通往东巴斯运河以东的克里西夫卡地区的联系通道 克拉斯诺霍里夫卡最近的地理定位显示 九萌子对斯诺霍里夫卡东南部的袭击被击退了 但新的信息和视频表明 九萌子已经成功的在村庄南部靠近铁路线的地方 获得了新的地盘 九萌子军队在佩尔沃迈斯克最西段升起了旗帜 声称完全控制了该定居点 记住来九萌子一直在该定居点内人肉推进 乌汉武装部队现在似乎已经撤出了 佩尔沃迈斯克以北的局势 地理定位镜头显示 九萌子已从托顿克向西推进 距离亚斯诺布罗迪夫卡也很近了 罗伯纪涅维尔伯维附近的战线已发生变化 扎尔沃州副州长雷承科证实 九萌子重新夺回了罗伯纪涅的一些阵地 并试图击退乌汉军队 九萌子硅甲坦克在被占领土上的一个机库被发现 并遭到轰炸 该机库内存放着九萌子坦克等装备 其中包括昨天用于袭击克拉斯诺霍里夫卡的坦克 马林卡以南西米哈伊利夫卡方向 乌军第79旅三天内摧毁了18辆九萌子装甲车 敌人继续发动自杀式袭击 乌军第58独立魔斗化旅士兵正在猛攻九萌子阵地 装甲运兵车先用炮火把敌人压住 然后步兵下车用手榴弹清理敌方坑道 差不多了就撤呀 不能等敌方炮火袭来 乌军第71旅的FPV无人机操作员 为九萌子安排了温暖的套装 乌韩安全局无人机部队公布了最近摧毁九萌子的防空系统的视频 摧毁敌军两套BOK山毛局防空系统 两套TORM-2道尔系统 一套斯特拉10进程系统和一门通古斯高炮 乌韩战场上的九萌子及其掩体被毁灭 节目最后看一个来自马加尔的视频 乌军FPV无人机摧毁了九萌子占领的私人住宅 面对无人机九萌子哭了 多么的可悲可叹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节目最后肯请宽宜的朋友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因为俄乌化敌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黄标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肯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的朋友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人码 进行打赏 在此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